各位同学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碰个复义录时间 最近的盘真的很难做,忽多忽空,现在又忽多 美股昨天又开始又急拉了,导致今天的盘势 大盘的盘势大涨 那因为今天的盘势是因为美国的耶稣送单日 美国放假一天,所以晚上美股不开盘 那一样我们明天还有盘势要走 但是目前的一个状况 今天碰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趋势盘也是会遇到盲点 趋势盘的盲点就是盘整 盘整的意思就是告诉我忽多又忽空 上有压下有撑,来回这边撞来撞去 像我们做趋势盘的人就是在做一个区间突破 就是我在天花板一楼的天花板 我就是要上去要到二楼的地板 或者是我在一楼的地板我要去 地下室的天花板 是这样子一个原理 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要告诉大家 大盘行情忽多又忽空 不断的产生一个转折的K棒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转折的K棒 再就是上下穿越均线 碰个常用的一个 一个我们用的趋势线能量线 最近我们的加权指数 我们的期货都在这条线上面来回的一个穿越 所以就忽多又忽空 像这样子真的还是会常遇到 那这样子的模式 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一个应对呢 好 我们来看 好 这张是台指的一个日线图 这个是包含盘后盘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日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 在前几天 1 2 3 4 5 6 7 第七根 他出现这个高档的一个 上影黑K线 碰个之前有分享一些 分享过什么叫上影黑K线 长上影短实体K阴线 就是这种K棒 但像他隔一天杀下去 理论上这就是一种 我们讲的高档的一个反转 以POP的一个K棒来讲 这个地方叫做小高点 这根K棒空下去 这基本上就是90亿升盘 结果他隔一天 他又逆势的一个往上 下影红K把他点上去 告诉我在这个区域 他有一个密集的一个支撑区 导致他又往上拉 拉上来之后 看起来他好像又是一个倒撞反转 下十字再往上 他就是一个 我们讲的一个低档的 这边又变成一个小低点 小低点确立 他又是要做一个上去 可是他隔一天又往下杀 因为美股的一个下跌 美股一个大崩点 他又产生一个下跌K棒 但是你看昨天到今天 一样的 经过了一个美股的一个忽多又忽空的行情之后 台股他又往上冲 所以他又站上我们的趋势线 能量线 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解盘 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这边有告诉大家 盘趋势盘的一个盲点 就是上涨能量的一个压缩 什么叫上涨能量压缩 我们现在看到蓝色线跟粉红色线 他的一个开口 他是没有张开的 没有张开的话代表上去的力道不强 所以他都是纯粹靠着硬拉硬杀的一个模式 只是说刚好我们上面的一个压力 跟一个低档的一个区间的支撑 他是很密集的 所以他在这上面来回的一个游走 刚好昨天又是我们的摩台结算 今天今天是礼拜五 因为明天还有盘 所以再加上我们刚刚讲的美股 今天是休息的 他的交易意愿不弱 所以他就变成 他不是很想要做一个区间突破 因为区间突破需要主力 需要大户的激情买盘或卖盘 他才能推出去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很容易让我们变成一个盘整盘的一个交易 所以说朋友们遇到这种盘真的不要灰心 那应该会如何去做一个应对呢 朋友有整理过 在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利期的故事 在之前碰个做了15天前半个月前 就已经做了这档股票叫做利期 5512 在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我们就已经做一个买进了 碰个银告诉大家 他就是有一个多头的一个爆发潜力 所以就像我们的基因改良 最好的种子我已经挑出来了 但是他会不会发芽 他需要贴死地利人和 要有水 要有养分 要有阳光 湿度又不能太湿 但是又不能没有湿 所以我们进去之后就是等待 一直涨涨涨涨涨 可是等了湿几天 炮口真的有点不耐烦 因为他都不动 所以昨天 我们在节目后 我就把它换成了大雪光 这支股票就把它换成大雪光 结果今天往上开 还爆量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还爆量 爆超过5倍量 涨停 现在还是涨停状态 所以投资朋友们 说真的 有时候买股票还是需要一点手气 没有手气真的 就像我们麻将 像很多人打麻将打球了 就会这样子 我牌很好 可是我就是摸不到 我听很多动作是摸不到 然后有时候你听的牌 就会变成被别人摸走 他也是听一样的 说真的 有时候的开不好 没有关系 主要是告诉大家 持续做对的事情 当你开回来之后 你会发现 你一定会有一次 你手上三只四只的股票 都会拉 强拉 甚至通通涨停板 都会有 不要怀疑 只是现在时机没有到 都没有关系 不管是现在这个小赚小赔 我们都不会遇到那种 买进去就跌停板 天天跌停板 最近的股票都这样子 你买进去 你可能追5%追7% 买下去最后杀到平盘 杀到跌停板都有 所以一天都赔十几% 碰哥真的有时候还是会遇到会亏损 可是我是长期累计下来 才有亏超过10% 不是说我两天三天我就赔很多 这就是归功于我挑的股票 是属于多方类型 多方趋势的股票 这样子才能让你有效的一个 降低你的亏损率 所以 碰哥在那边告诉大家 任何一种指标都有盲点 我用的是趋势盘指标 当然他现在没有很明显的趋势 他就很容易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所以这边没关系 我们做错了 就是错 我们不要说 我们不对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这次股票 我不是那种爱说还的人 主要告诉大家 你有买就有就敢说 没有买就不要说 很多人就是盘中都没有 盘后我都有 或者是盘后我都有 但是今天拉涨停 我就说我出了 但是还没有做 我说真的我不知道 没有任何一个佐证 要买股票至少告诉我 当下什么时候买 你有证据 我们后面再来事后验证 这样我都OK 不管你有没有贴交易单 我觉得这个是歧视 可是当下你一定要对得起自己 甚至如果你是要招生 或者是要教学 要事后验证的 你可以在你的自己的板上 或是你要留你的位置之后 告诉大家你做什么样股票 你做什么样的动作 我觉得这才有意义 因为你有一个其实点 你才会有一个终点 不是你都不敢讲 然后没有 说真的这样子的行为 我说的就是不敢负责任 因为为什么怕什么 怕失败 最近真的失败率很高 但是Pong还是本时的诚实 面对自己面对大家 我有做我就敢说 没有做我就绝对不说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 那你要面对趋势盘的盲点 就是告诉我 告诉大家 你的区间 上下的区间 要先拉大 拉大 好 因为拉大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的职仓的部位 是超过你的承受负荷 像最近有人告诉我 他做股票 他只能 他只能接受停损5% 5%而已 5%随便刷一下就没有了 如果你做股票只停损只有5% 我告诉你 你不要做了 因为你 你不会长期在市场上面赚到钱 为什么 现在行情上上下下那么剧烈 随便刷一下都有了 你也不会买在最低点 而且 而且 你用 低点买进高点卖出的方式 有可能 因为他弱势才会下去 你买在低点 你就很容易刷下去 你刷下去的机会 比上去的机会还高 所以你这样子要怎么样赚大钱 我说真的 义憨 有限 你赚的钱绝对有限 你亏损的机会绝对会比Pong来得多 我是追强 我不是追高 记住 我们是做强的 强的事情 做对的事情 做正面的事情 我们绝对不会像 人家做股票 我买在最低 卖在最高 每一天都跟神一样 每一天都要当 阿弥陀佛 要当耶稣 神机 我不可能 这个说真的偶尔为之可以 可是你要长期拿来当赚钱的方式 说真的 这是大忌 好 所以一样 加大防守期间 再就是降低交易次数 只要确定没有很明显的 什么我之前会分享的 两个周期三个中期同时翻多或同时翻空的时候 这时候你才去做一个停损转换 不要说只有一个周期他翻多 另外一个两个周期他还是空或是不一样周期的时候 你在那边翻来翻去 每做一次动作 你就是要付一次成本 当然不如意的时候你就是亏损 所以你做越多次 你可一次赚的钱 不够你输那么多次 说真的 同志朋友们就是 问题点都在这个地方发生 再就是学会等待 就像刚刚我们讲的立期 等了15天 结果第16天他喷了 就是我的爱玲带人照 变成这样的状况 真的 刚刚我真的垂心砍 跟大家在那边讲 然后大家在那边笑 没关系 我们煮熟的鸭子飞了 再抓一只嘛 对不对 没关系 今天没有赚明天还有股票嘛 对不对 或者是下礼拜 还有股票嘛 对不对 最近的 准备要发布第一季的财报了 所以很多股票 要涨不涨 表态一下 他又结束了 包括今天生计股又有点熄火 就会翻这桌礦 但是没关系 想要在市场上面存活 真的 赚赚赔赔都是其次 这都是小赚小赔 主要就是你有没有大赚的能力 那一样的 碰个就是在 虽然在现在不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 但是维持的小赚小赔 那未来等到第一个时间变成对的时间的时候 我就一定会上车 我先上车 大家再帮我抬轿 就会变成这样子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 追有追的好处 买在还没喷的也有他的好处 买在还没有喷的时候就是预测 找到主力想要做的一个方向 所以你看 如果立期我昨天没有把它洗掉 那我今天就是坐在轿子里面 人家抬出去 我就变成我获利10% 等待人家继续拉第二根第三根 这才是做标股的方式 你想要买汉讯 不是 不是六七十块七八十块一百块 你才开始买汉讯 是你三四十块 你就要抓到第一个转折点 当然当时我还没开始碰这些股票的时候 我就没有做 我说这种就没有做 我看到的时候都赢一百块了 对不对 所以一样一百块有一百块的做法 起涨点三四十块有他的一个做法 都没有关系 Punk这边很热心 把这些方式分享给大家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式 好 所以有任何问题 没关系 FB讯息 粉丝团 我们都有一个 一个回答大家的一个管道 大家不用客气 有任何问题 我们一起来讨论 帮助大家可以在市场上面赚到钱 好 明天还有开盘 大家努力看盘 那明天 Punk一样会告诉大家 我们怎么样子做股票 好 今天节目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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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